莲花肆虐广东 灿虹步步逼近 今天早上两点灿虹中心位置已经到达上海东南方向 约84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近中心的最大风力16级 离中心大约400公里的地方风力有8级 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继续加强 将逐渐向浙敏一带沿海靠近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 海浪成色风暴朝蓝色预警 提醒在灿虹影响海域作业的船只 要尽快驶往安全水域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虹直扑浙命沿海 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 登陆福建福顶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 昨天 湖州市各个部门全面启动防台抗台应急预案 记者在湖州市公路管理局 晚山应急物资准备中心看到 防滑材料 编织袋 应急照明 油具 水泵等常用抢险物资装备 都已经到位 中心全体人员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同时根据湖州市防汛指挥部指令 湖州市五座重点大中型水库 已经有四座启动了浴泄洪 腾出防洪库容 湖州市港航局已经全面部署防汛抗台工作 太湖航区从今天开始封航 湖州地方海事部门将会停止入湖签证 所有进湖的船舶一律进港避风 随着灿虹步步逼近 昨天开始苍南县沿海一带出现了大风大浪 沿海地区的建筑工地人员正陆续撤离 为了应对台风 沿海不少居民已经搭起了门板 加强对强风暴雨的防御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